我們邀請Erika去找我們的朋友 你好,你好 我是Erika,從美國 這就是你會記得我的名字 我認識你幾十年前 我們在紐約學院去學校 我可以接受這 因為我只能明白英文 她說她叫Erika,她從美國來的 然後跟美國已經十年的交情了 謝謝 你們都知道美琪是很安靜和安靜的 但她真的很有趣和複雜 為什麼 就是她看起來美琪是相當文靜 非常的鮮熟 可是其實私底下跟她相當她是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活潑的 And what I know of Rock 美琪說那些也是很興奮 and funny so it seems like they would make a great match 就是Rock呢 她也是看起來非常沉穩 可是跟她相處之後她是非常幽默的 所以她們真的很適合在一起 美琪就是去死的意思 美琪是什麼 就是她想要用我們的名字 稍微一天做一些聯想這樣 那她想要讓美琪後面有一個去這樣的一個發音 And to me Qi means the flowing of energy or movement Qi就是代表是 就是那個氣呢其實就是 就是中文那個很像氣啊流動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的說 And rock means stability and something strong Rock就是代表非常穩重 它又有很強壯的意思 And in America they say opposites attrac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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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香氣 意就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會成語叫什麼 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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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香氣 OK And so the coming together of this marriage we have flowing 美琪 and the stable rock 然後因為他們會在一起 就是因為兩個有互補 一個是相當的浪漫飄渺 然後另外一個是非常沉稳 又非常強壯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And let's say if the rock was inside the river They would both be influencing each other The river would have to go around the rock And the river would also be changing the rock's form 就是河流中的水呢 它在溪流中如何流去 石頭它也會跟著一起滾來滾去 但是他們也會 他們都是一起相伴相水 OK 然後石頭它會因為水的流動而改變形狀 原本是三角形之後變成圓形 So I visualized this marriage to be one of a growth And you need An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總之就是相當的祝福感謝他們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Is this funny? So 我剛剛就傳這個捧花給他 因為他也從美國 然後旅行七個月 然後到台灣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他也能夠 就是接著把我的 我得到的幸福一起再繼續帶 帶給他自己 然後接下來希望下一位是他 謝謝大家 我還希望他們的好朋友 還有 謝謝大家 希望來給他們最大的掌聲 接下來就是新的 你為了